大家好,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五塊枝根鳥的布 那這五塊的彩度都很高 所以很多人可能不曉得要怎麼來搭配 那我就跟上次一樣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怎麼樣來幫他搭配一些素色的布比較好看 那首先呢,我就來介紹這一顆 這個是紫色的這個枝根鳥 那這個紫色的枝根鳥呢 那同樣的我們從裡面來幫他找一些比較適合的提色的顏色 那首先我就是幫他找了一個比較亮的黃 那當然這麼亮的黃 因為他的明度太高了 所以我們不適合用太大的面積 我們只要需要一點小小的面積就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再幫他搭配一個藍色的布 那因為這個布是紫色的 那看起來又很艷 那所以呢,如果我們幫他搭一個藍色的話呢 他就可以中和他的這個很艷麗的感覺 因為很多艷麗的布 大家都會覺得看起來久了不舒服 可是如果你可以搭配一個比較不是那麼艷麗的布的話呢 那這樣子的互相搭配 因為一方面呢,這個主題是可以比較顯出來的 二方面呢,他在視覺上面也會讓人家感覺比較舒服 那我們來看第二塊顏色的布 那第二塊顏色的布呢,他是淺藍色的底 那同樣的我會要運用剛剛那一塊這個亮黃色 來幫他做這個提色 那在這個裡面的亮黃色呢 我幫他用了以後呢 那我要再幫他找另外一塊布呢 那我選擇的是一個有一點帶這種 藻紅色的布 那一方面這裡面有橘紅,然後也有藻紅 那我們怎麼樣幫他選呢 因為這塊布會讓人有一種清飄飄的感覺比較輕浮 那沒有一個重心 所以如果我幫他找一個這樣暗紅色的布呢 可以讓這個布呢 這個顏色呢,他是大地色 那這個大地色呢,就會感覺比較舒服一點 不過呢,我並沒有從裡面這個蘋果綠裡面要去幫他找 因為我搭配了之後,我發現他太輕了 而是我找的是這個橘藍綠跟這個蘋果綠中間的這個綠色 那這個綠色一樣這樣搭起來的話呢 這個大地色的感覺就不會有那麼好,那麼咖啡感 那同樣的我幫他再做了一個這個有一點是粉桃紅的感覺的布 那也讓這個大地色比較剛硬的這種色彩呢 然後能夠綜合一點,讓他比較增加了一點柔性的感覺 就不會覺得說,我們大部分想到咖啡色的時候 通常都是比較,嗯,比較怎麼說 好像,就是比較不用女生的顏色 可是如果你又是女孩子,又喜歡用這樣子的大地色的感覺的時候 其實你注意看,搭一點點粉紅色 可以讓這塊布多了一些柔美感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就是比較大家不敢碰的一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呢,就是帶了一點橘紅 橘紅呢,會感覺,給你的感覺很艷麗 可是同樣的呢,它會感覺有一種很有活力的感覺 那我這次幫他選了一個黃色的提色呢 就不是屬於那麼亮的黃 那這個黃呢,就是比較溫和一點的黃 那搭配這個橘紅色的感覺就不會兩個 如果我又是選亮的黃,再加上這個亮橘色的話 那整體看起來就會非常的艷麗 會讓人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可是我今天幫他搭的黃呢,是一個比較穩定的黃 或者是說,你可以說我們有一點像是落黃色 平常我們可以這樣子去形容的話 那我就幫他做一個這個黃色 那另外呢,我再幫他選了一個橘色 呃,綠色說錯了 我幫他選了一個綠色的布 那這個綠呢,也不是像它這上面 是這種帶螢光的綠 而是呢,我希望能夠綜合這個亮橘色 給人的不安全的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我選了這樣子的綠色 那這個綠色比較特別 為什麼呢,這個綠色它是雙色枝的布 怎麼說,我們知道布都是金線和尾線去互相搭的嗎 那如果說是一塊素色布呢 它可能金線尾線都是同色 可是這塊布比較不同是 它的金線和尾線是不同的 它有一條是綠色 然後另外一條呢,它是有一點帶一點這種藻紅色 所以呢,這整塊布呢,看起來 齁,就會比較 有一種,又有一點綠又有一點紅的這個感覺 那所以搭配起來的時候呢 也會讓這整個作品看起來有一個很好的協調性 而且呢,也可以綜合掉這個 呃,艷麗感 會覺得很熱的感覺 那可是同樣的,有太陽,就要有草地嘛 所以這個感覺的話,就會讓人家感覺比較舒服 所以橘色的布,橘紅色的布不是不能用 你要怎麼樣表現你的活力呢 然後又要表現它的沉穩 那其實在搭配上面是 選到布,對的布就沒有問題了 好,那同樣的,最後這個是綠色的 這個綠色底部的這個枝根鳥 那這個枝根鳥的布呢 在我幫它挑這個配色布的時候呢 我發現啊,這塊這個藍紫色 做這個中間色其實不錯的 怎麼說其實它也方面有一些紅色啊,藍紫色 那這塊布比較不一樣 也是跟我剛剛講的那個雙色姿勢一樣的意思 它是,呃,金線尾線是不同色 所以一方面它又有藍 然後另一方面它又帶了一點點紅色 所以它,呃,這個純,這個素色布就會比較有趣了 不像這一塊啊,這一塊的話它就純素的啊 就金尾線都是同一個顏色 所以我用這一塊顏色來做它這個搭配的中間的一個,一個顏色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就是這一塊橘紅色了 也是一樣,我挑了一個裡面比較有的這個顏色,橘紅色去搭 跟剛剛那個剛好相反 剛剛那個就是橘色的底部呢 我們搭配了綠色的,綠色的素色布 那這一塊呢,剛好是綠色底的素色布呢 我搭配了一個橘色的 那同樣的啊,這樣子會讓它本來 呃,綠色是好像綠色的布比較單調 可是呢,因為你搭了這個橘色 就會讓這塊布呢,比較沒有那麼的單調 也比較活潑一點,也比較有活力一點 好,那這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幾個 這五塊這根鳥的布 希望大家可以嘗試看看配配看 拜拜